而玉璃警方接获了民众通报 有一名富人牵脚踏车在车水马龙的台九线行走 相当危险 那么到场了解的远警发现是阴亚人士无法沟通 而眼尖的远警是发现了脚踏车上有封信件 按着信件的柱子将富人平安送返回家中 让整起事件也平安落幕 马路旁边可以看到一名富人牵着自行车沿途行走 并且当时正值上班的尖峰时间 令人不禁捏把冷汗 路人马上报警求助 远警一靠近才发现富人无法言语表达 你家在那边吗 要不要 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没有 跟在富人自行车上看到信封上面的地址 于是赶紧通知御理同仁协助 御理派出所值班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前往会合 这名富人并背失踪人口 但是由于是阴亚人士无法用言语表达 最后在警民联手之下将富人平安送回家 也让这件事情平安落幕 他在骑单车在健身 他就是看到说他好像一直都很累 然后他就是可能要担心他吧 就对啊 他就是 那位先生呢 那位先生他现在 好像在外面吧 有一个全身穿着单车服的那一个 我联络一下他 玉里芬局长林俊廷说 锦力有限 名利无穷 非常感谢 一级同仁发挥热心的精神 及时关怀才能顺利协助富人返家 也提醒家属 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者或是身心障碍人士 可以佩戴防走失的手链 在走失时才能及时联络 最后也建议不要让年长者独自外出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